底下这一段讲光明声 三藏法素 卷十三 里面有这么一个条目 三种光明 光明有三种 由外光明 日月火珠 等光明能出干净 这个是外面的光明 佛经上讲的 日月火珠 火珠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现在天文学来看的 火珠是太阳 换一句话说 火珠是恒星 那就是正在燃烧的 这个星球 它放光 二 地球上的光明全靠太阳 如果没有太阳 地球是一片漆黑 在太空当中 它不放光 为人能看见 那么这个宇宙当中 能放光的星球太多了 我们晚上看到天上星 全是放光的 全是放光的 自己放光的 都在燃烧 第二个呢 放光明 妙法 能处于此之暗 这是从比喻上说的 这是从比喻上说的 心上常讲的 暗 都是比喻 于此 无知 对于四十真相 不明了 这叫愚痴 佛给我们说法 我们听明白了 开悟了 智慧就生起来了 愚痴就没有了 这是说法光明 第三呢 生光明 祝佛菩萨 其祝天的 身有光明 祝天也有 这个光明从哪来的 是自信本具的光明 不是从外来的 我们是因为有烦恼 光明 光明 透不出来 如果烦恼 障断了 神就有光明 天人 烦恼 没断 但他们修定 得到定的人 神就会显光明 他在入定的时候 定有很多等级 预阶听 是预阶定 有小光明 有小光明 四禅天 是世间禅天 有光明 无色接天 他不愿意接见到 他连身下都不要 那所以通常我们讲天 二十八层 最上面四层 十四空天 佛在经上讲 多半是知 四禅 以下 四禅讲到摩西 首落天 是第四禅的天王 六道里头 地位最高的 这些呢 都是身上有光的 能处按照 如经养 这佛经上常说的 身顶皆有光明 照耀 佛 菩萨 罗汉 身有光 顶也有光 身有光明 是位 光明身的前世 静言之呢 在进一步呢 我们深一点的意思 就讲呢 获得光明身呢 另有三亿 一点 如牵手 陀罗尼金 这里面讲 当知其人 即是光明障 一切如来 光明照顾 啊 这个人 是修行人 不但是修行人 是正果的人 那他身方光明 啊 佛告诉我 当知其人 即是光明照 光明照的意思 神了 我们在看 由于佛光 佛光 佛照 众身 勾灭 善身 慧言 开明 敬心 持念 于是 色方 如来 光明 护照 行者 自身 集成 光明照页 这个意思 啊 但是的心 有先觉条件 啊 那就是 身顶 皆有光明 光明大小 不一样 啊 阿罗汉 就如 阿罗汉 要做意 要入定 他的光明 别人看得见 那菩萨 定会 比阿罗汉 神 不需要做意 无论在什么地方 菩萨 身体 都有光明 一切如来 光明照顾 天是处 佛光 普照 我们心底 清净 心底 善良 就会有感应 心里面 有烦恼 有贪嗔 吃慢 有其心 动念 分别 之处 这些 全是障碍 障碍 一切 如来 光明所照 是 一切 如来 光明 看不到 见到 见到光是好事 证明你修行 有点功夫 你的功夫 越深 你见到的光明 越大 越清楚 由于 这个善僧是菩提心僧 慧言开明 敬心持念 慧言开明是讲学教的 无论什么样的经典 都能帮助他开悟 敬心持念是讲对念佛法文 念佛要用敬心 请敬心 跟敬徒他才有相应 敬心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咋念 没有妄想 这是进行 所以我们用念佛 痴迷念佛的方法 把妄想念掉 把杂念念掉 完全住在清净心里头 清净心心里头 只许苦 有一尊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样持明念佛 就对了 阿弥陀佛之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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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明是智慧相应 阿弥陀佛 圆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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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心见仙了 聊聊见仙了 见仙你就臣佛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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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有 对见仙很有帮助 那就是 愿一切众生 借由真摄智慧 真如来发生 阿弥陀佛 真实智慧 自然间如来发生 如来发生在哪里 发生便一切处 便一切始 换一句话说 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 我们都在 我们都在如来发生 之中 自己不能够 觉察 所以 祝佛如来 对我们 其心 动念 全都知道 不但如来 知道 我们是在讲 是被自己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障碍 我们放下 其心动念 放下分别执着 就见到发生 就见到摄像 摄像是 一切法的真相 但就成佛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